游业也有人被爆料了 这是有旅客参加知名旅行社推出的 土耳其古城的行程 就说好要入住当地特色民宿 结果这个特色呢 让旅客觉得说特色是因为它很老很旧吗 门都会晃啊 墙壁也裂掉啊 枕头旁边还有臂癌啊 走进去有一股霉味啊 所以就很气说 我花了九万一 怎么住到像鬼屋一样的房子 但是业者态度也很强硬哦 说本来我们就是标榜体验古城嘛 古城本来就旧嘛 只能说是个人解读不同 想到走进房门那一刻 宋太太又是一阵恶心 让约翰先生参加知名旅行社 推出的土耳其古城十一日游 每人付了九万一千元 说好入住当地的五星级旅馆 还有第一晚的风味民宿 但实地看到的却是破烂房屋 所以我们提心料膽不敢睡觉啊 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故的话 你要随时要准备要逃啊 不只担心地震一来 房屋会垮下来 照片也清楚记录 枕头旁边就是臂癌 门框摇摇晃晃 浴室也没有热水 让他们觉得恐怖又恶心 公司如果具备上市上规的这个资格 你中间有很多的SOP的这个流程 你的内控 你的线控出了问题 实际看到旅行社网站 标榜风格民宿体验古城魅力 业者强调绝对没有欺骗消费者 都没有拒绝我们给他的一些 额外的一些款待 或所谓的措施 但是呢 回来以后啊 还是继续做这种这个诉求 一校入住民宿 一晚的花费 旅行社提供每人一千元补贴 虽然遭到投诉民众拒绝 但业者态度没有放软 坚称是消费者 对于古城体验有不同的解读 也无法再配合 更进一步的赔偿 昨天新闻王宗翰 陈建雄胡家珍 台北新北新闻报道